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书是 左鹤的超级阿嬷 作者 岛田杨七 这本书是在说 招广在他八岁那年 他妈妈因为工作的关系 把他送到左鹤的阿嬷家 跟阿嬷一起生活 但是他一开始并不愿意 阿嬷说什么他都不听 后来他越来越习惯 这种贫困的生活 左鹤的阿嬷真的很乐观面对 生活中的一些难题 例如像是 从河里捡一些蔬菜水果来吃 还有在腰上绑着磁铁 边走边吸 小螺丝钉和废铁等等的 拿去卖钱 左鹤的阿嬷有一句话说 穷有两种 有穷的消沉和穷的开朗 我们家是穷的开朗 而且啊 我们跟最近才刚变穷的人不一样 你不用担心 要有自信 因为我们家的祖先 可是世世代代都穷的 做有钱人很辛苦的 要吃好东西 要去旅行 忙死了 穿着好衣服走在路上 还要小心不能跌倒 光从这一点来看 穷人一开始就穿着脏衣服 淋了雨坐在地上 跌倒都无所谓 啊 穷人真好 看完这本书之后 觉得能以乐观的方式 面对贫穷的左鹤阿嬷 真的很不容易 左鹤的阿嬷说过 聪明人 笨人 有钱人 和穷人 过了五十年后 都一样是五十岁 这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不要因为自己出生在不好的环境 就让自己过得更不好 或是放弃自己 我们不需要去羡慕有钱人 只要知道如何在逆境中苦中作乐 就算钱不多也能快乐 还有这本书也让我知道了 当我们觉得自己生活不幸福 很难受的时候 就应该去想想 左鹤的阿嬷会怎么做 那些非洲难民们遇到的困境 想到这些就要觉得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